看看新闻网 因吸毒被关押的宁财神 此次是出狱后的首次亮相 他的出现聚焦了所有的闪光灯 财神你还好吗 宁财神面对微笑 记者还没有发问 就首先自爆近况 显得倒是很坦然 难道之前的吸毒视线 他已经释然了 因为我身上量本 就从他开始比赛开始 就量本 我刚才在算 做第一排的人 现在有多少票钱 没事 你下来补给我就可以了 作为此次张亮营幕后团队的成员 在整场发布会上 因财神都极力表现出 淡定随和的一面 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在镜头面前的他 还是掩盖不了尴尬和不知所措 在那么中 我们共同一起取飞 来庆祝一下这场 非常精彩的音乐感觉效果 我觉得这样会挡到我 我可不可以当一个 回头取飞 在台上有点格格不入的宁财神 更是第一个从人群里急着下台 很快便消失在了会场里 随后便发生了这么一出媒体追逐战 除了这句挺好的 宁财神不愿多说 但面对记者们的追逐和关心 财神也终于是怒了 不说了 不说了 我那样弄得很严厉 还不宜不宜 这样我不说真的不说了 因为你们这样弄 今天是亮影的活动好吗 今天是亮影的活动 不好意思啊 你们是为亮影来的对不对 你稍微等着我 稍微等不下了 她是这样 就是你这么开 您说两句好吗 你这样弄得我很 你这样弄得很不高兴 对对对 是这样啊 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不管说不说的 你不能这么围追堵截 这样弄得我很像 像狼狈的逃窜 这样是不对的 你说哪 你要聊天呢 你就好好聊 这样弄得 你说在半夜如果堵 堵到这个样子 什么意思呢 这样是不是很好的 好 你先散开吧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也不是很尊重 本来其实心情还蛮好的 聊一下吧 聊一下吧 老师聊一下可以吗 对 不高兴 真的是 您就对大家就是说一句行吧 算了算了 我就是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这样真的是让人处理好 好了好了 宇乐行丁地北京参谈报道 其实大家也别追了 您也别逃了 大家就是希望您真的就是还是挺好的 就好了 对 好好的 然后就生活着就挺好的 对